大家好 我是小屁 这部影片要来分享的是台服 未来会开放的11个变身 包含紫变 红变以及蓝变 影片开始之前请先检查一下有没有订阅小屁YouTube频道 还没订阅的朋友们记得订阅喔 那这部影片的内容以及资讯都是小屁自己去翻译来的 如果有误的话 欢迎在影片下方来纠正 OK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蓝变的部分 蓝变的话可以看到我现在画面当中 我在前阵子是有合到的这一个兽人系列的 那这一次出了兽人系列 我个人觉得它的模组是蛮有质感的啦 然后兽人战士它的移速是有加10%的喔 对但是它的卡池却是最差的 然后它是有分兽人战士兽人俯士兽人攻守跟兽人剑士 那基本上这些都是一格 然后兽人攻守的话它的属性也是不错 那我也不知道NC是怎么设计的 你看啊兽人战士兽人俯士 它的攻速都是最低最低的那60% 对所以说这个基本上就是 来凑凑卡池或是来变来耍宝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红变的部分 红变的部分它的模组也是相当漂亮 我们可以看到的事情是 它近战是有独特骑士跟独特枪棋 那当然枪棋就是两个攻击距离嘛 然后它的属性都是一样的 然后独特法师的部分则是有加回魔还有加魔攻 那独特游侠的话除了回魔以外还有远程的伤害 然后卡池的话也都不错 所以说这些的话都可以参考一下 接下来就是纸变 纸变的话是有多三只变身 不败的甘特 哥蒂亚 以及吉伦 可以看到这个不败的甘特 它基本上就是打架的变身 它有冲运命中 有抗运 然后又有减伤 然后哥蒂亚的话它则是一样是有冲运命中跟抗运 然后还有无视远回 吉伦的部分我就觉得还不错 它是有加SP加3 然后还有魔命 然后它的卡池的话 基本上也都是比较注重于打架方面的 OK 好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 11个新变身 未来会在台服开放的分享 那这个东西的话 我觉得有可能会影响到 你想不想要合成变身 合成红变合成紫变 虽然说现在隐藏TJ还没出来 那我相信应该蛮多人都已经把隐藏TJ的份都已经合完了 对那接下来的话 我觉得这个应该会在台服12月或1月的时候出来 OK 所以你如果是想要 有特定的紫变或特定的红变想要合的话 对你要趁新变身出来之前赶快合一合 又或者是你看一看这些属性 你觉得需要的话 你也可以留着等开放之后再来合 OK那如果你有任何的心得情报消息的话 欢迎在这部影片下方留言 记得订阅小屁YouTube频道以及把这部影片分享给所有喜欢玩天堂M的朋友们 我是小屁我们就下次见 大家拜拜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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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